双德就在近日,据美国当地记者的报道,骑士队和马次队的交易,讨论范围扩大,主体是以商讨单一,格林的交易,不过阿德也涉及在其中,本赛季不管是常规赛,还是季后赛阿德的表现,明显是不尽如人意的,而阿德现在在马次队也过得不开心,马次队也有将其送走的意思。 图片来自网络岳福,2014年来到骑士,但是他在今年总决赛,发挥并不能让人很满意,在无场总决赛里,场均砍下16分,11.2个篮板,38.8%的命中率,与他5年1.1亿美金的合同不太匹配,使得他成为三巨头中最可能被送走的一位。 骑士队目前正在寻找,攻守全面的侧翼球员,从而能够与勇士队抗衡,骑士队的首选,当然是保罗,乔治或者基密,巴特勒,但是从目前来看,交易难度较大,凯文岳福并不能吸引任何球队做出交易,这可能是骑士队将目标转向丹尼,格林的原因。 丹尼格林可以说是詹姆斯在热火时期的最初投的人之一,2013年的总决赛,丹尼格林投中了一个连一个的三分球,把詹姆斯的热火队打得毫无还手之力,再防守一蹲,格林轮番防守,詹姆斯和韦德,效果也是非常显著,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2014年的总决赛,这么出色的三地球员简直就是为詹黄设计的,这次马次愿意出手, 詹姆斯自然也乐呵呵地追求。另一方面,由于凯文岳福和阿德两位在自由市场上的行情走低,他俩的交易基本上都得涉及第三方,有消息显示,马次队愿意得到送出黄阿玛格林,加天头来得到凯文岳福,并同时寻求第三方,把在马次带的并不开心的阿尔德里奇送走。 阿德的下架,很有可能就是他的母队,开拓着,尽管阿德走时,双方很不愉快,但是阿德,在大西北的战绩赫赫赫,他在西部季后赛首轮,打的火箭内线708落,更是在季后赛,砍出48,加16的豪华数据。 如果达成交易,骑士队得到了联盟顶级三地球员,需要再得到一位移动能力出色的内线球员,马次队将能得到空间追求克里斯保罗,也都算是各得其所。 谢谢大家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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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。